一场充满了味觉触觉视觉的展览 文汇奖全国身心障碍者文艺奖的得奖作品展 巡回到花莲了 承办单位教化生活美学馆的馆长黄淑会 他表示参观的民众可以透过首处点字 鼻纹作品延伸的气味屏 甚至于是到暗房里头看影片 来看见身心障碍朋友们 面对挑战坚韧的勇气 还有各种样貌的幸福感 文汇奖自民国87年开办到现在是第21届 鼓励身心障碍朋友透过艺文创作方式 展现自我表达心声 这次巡回展是展出第20届得奖作品 主题叫做《勇气让幸福来敲门》 展出了34幅图画 揭露15篇文学作品的文章段落 还有三篇心情故事 我们有分两个类别 一个是图画书类 一个是文学类 是给身心障碍朋友们来参加的 然后另外一个心情故事类是给陪伴者 他来书写他的心情故事 我们文化部其实都是鼓励这个文化平权 然后鼓励身心障碍者来参与我们的文化活动 透过艺文的创作呢 可以抒发心情 可以感受到说自己内在的力量 也可以感受到身旁朋友们的支持 还有社会的支持等等的 然后可以发表的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观点 那我们相信这样子可以作为一个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透过大家的充分表达 我们各个群体都可以共融共好 然后形塑台湾的非常棒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特色 花莲场在文创园区第17栋展出 除了得奖作品之外 参观民众还可以透过首处点字 鼻纹作品延伸的气味屏 甚至于是进入暗房看影片 来看见身心障碍朋友 面对挑战坚韧的勇气和各种样貌的幸福感 花莲场是展览期间直到5月29号 而今年第21届文会奖主题是打开心灵的窗 总奖金高达101万元 增见到8月26号 期待吸引更多优秀作品来参赛 相关增见资讯可以上 国力彰化生活美学馆的网站 谢谢吕桂欢事报导